Drawtide現在的講法是說下不為例 朝野協商明天協商 可是下不為例什麼意思 就是說禁法補償 就是原住民的禁法補償案 他一再的講了說 我就說我沒有錢 你一直要逼我拿錢 好啦好啦 下不為例 這一次給你6萬 那你之後的案子你簽切結 不可以再這樣跟我要預算 沒有這件事情 甚至還說 那不然你調回4萬好了 那現在就講了 大家彼此之間 各自輕鳥要飛出來 國民黨這邊主席朱立倫也說了 明天會有2000人走上街頭 來 我先請教一下我們的委員 我是在上個禮拜的時候 其實高基因委員 他要參加我們的黨團大會 他那時候就充分的表達 對於原住民 他們是非常想要上街頭的 因為他們對於禁法補償 這個行政院好像給予他們的 一個態度 就是好像有點是奢侈的 這樣的一個看法 那他即使高興說 我給你編到4萬 可是柯建民又說這是違憲 那3萬編到4萬違憲 那編到5萬 難道也不違憲嗎 然後最重要的是 今天關卡卡在什麼地方 他說搞不好可以給你6萬 但是對不起 公務預算 就是一般的預算給你編到4萬 另外2萬是要用原民發展基金 對不起原民發展基金 你動用的話 那才這真的叫違法 原民發展基金就是要你身故宮 你要門票 你要有回償的 可是這是無償的 這個一個所謂的補助 所以又卡在這個地方 可是民眾會聽不懂的 國民黨抗爭就是告訴你 你編 就是三讀通過 你本來就是要編給我們的 但是行政院搞不好給你開放 我都給你6萬塊 你還在說什麼 可是他編的一個項目當中 其實有很大的一個 argue的空間 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原民覺得 我們是長期 就已經被這樣子的忽略 算了他上街頭 那至於 這是三讀通過的法律案 對不起我猜到法律案 那至於公糧 還有包括健保點值 那是屬於主決意 可是主決意有所謂的法律效應 所以當然這個雲林 跟嘉義的這些農民 他們也覺得我們這麼久都沒有漲價了 你給我起床 你給我看是比較小的 所以他們當然也要上街頭 上街頭當然要有動員 但是你動員能量 如果說你的主題的能量不夠的話 那你就只是一個 哎呀 叫叫的 可是昨天不明天不是 那是很多的農民 他已經積了非常多的怨了 他覺得政府長期以來 算去說一頭 現在算了要給我放在旁邊去 所以他們是有這樣子的一個動能的 所以明天其實最大的主軸 是來自於原住民朋友 還有包括我們的農民 可能還有一些基層的護理人員 那是不是會到2000 說實在的這個數字 可能媒體有報導 但就我的理解來說的話 是有這三個族群 他們本身在這一亂的過程當中 那國民黨也認為 我們為你發聲 就我們一天到晚回到地方 學校都到處被嗆聲 我們明明說是退回去 請你從邊把錢邊租邊滿 可是被民進黨操作成 你就是黨預算 救命錢你不要 治水錢你不要 什麼都不要 還給我們畫成那個很醜的照片 然後告別我 我不告就說 我還有一個照片 被他的照片 對 家欣也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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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這樣子 這真的是有發酵 特別在中南部地方是有發酵 老人家會告訴你說 你為什麼把我們要補助的錢 都沒有了 會 所以說這時候 有最受傷最重的農民 原住民 還有健保 就是那個基層人員上街頭 他的合法性 他的合理性 還有在訴求點上更明確 所以明天主要的是 會有一個抗爭 最重要是明天要召開政黨協商 那你最後的 已經是到 現在已經快11月了好不好 我們大概1月多 就已經預案結束了 我說實在的 因為時間越短 這個公務機關越高興 因為你就可以壓縮掉 這個所謂刪結 沒時間好好審 所以說我們也不希望如此 所以明天是希望 透過大家認為的 為他們自己的族群在發聲 然後剛好配合他們 這個所謂的協商的時間 希望能夠有一個好的結果 禮拜五大家各退一步 然後可以讓這個預算 好好的就進入所謂副委審查 好 可是問題是 現在那個真正的橄欖枝 我說實質的橄欖枝 好像還沒看到 只是昨天在程序委員會 確實藍白這邊就講說 好啦 那我們就禮拜四這邊 再好好來討論 或進大院這邊來討論 可是也看到 他們民進黨的 這個原民委員 直接講說什麼 說加分題 民進黨很笨 來講這話是誰 是陳寅 陳寅說不管公務預算編多少 原民就是會用基金來加碼 那他就講了 民進黨的大人也很笨 不會好好說話 好像基層其實他們自己 真的也承受了一些壓力 畢竟 正經人也會 鬼也會 原因是因為當時 其實在提6萬是誰 是民進黨的委員 本來高精他們都說 不然5萬就好了 也有人說4萬 6萬的是誰喊的 是民進黨的 當時其實行政院這邊 他也沒有覆義 等於你就是一個一個 你都沒檔 到最後你說 不好意思 這個你就是沒有辦法 讓我按照我的預算來吃飯 然後你硬要逼我吞下去 兩邊現在變得都不吞 那就變成卡在那裡 也有一個講法就是說 累積太沒分 但問題來了 這個到最後 如果這樣是火車對撞的話 要怎麼辦 坦白講 這真的是一件很小的事情 對 真的 我覺得卓龍泰 其實他個性 以前我們跟他在立法院相處 他算是溫和的人 而且算是開朗的人 不曉得是不是政治 這個位置坐久以後 人就有可能會有所改變 因為他真的他現在講的話 跟我的想法不太一樣 他當然有承受 黨內其他的壓力 要不然他講說下不為例 下不為例是 當然跟小孩子說的話 我這次恩准你一次 特別給你買糖 下不為例 你現在在吵吵鬧鬧 你還想吃糖就吃棍子 是這樣子的 你現在你行政 作為一個行政院長 你跟立法院協商 你要不敢說談笑豐盛 至少大家要這個以和為貴 你說這件事就是 醫護我是特別給你這個面子 下次我不會再給你這個面子 可是事實上其就在你不在 在民進黨不在在不在在野 對不對 人家立法案通過這個決議 賴清德總統 是不是自己大概也簽了字吧 對啊 他簽了 然後你最後不按照這個大家的 這樣的一個立法案的決議 總統會簽字 來來編這個預算 那第一個犯的錯就是你民進黨 人家現在等於在黨出來幫你擦屁股 說不好聽的話是這個樣子 否則就是你這個總統私信於人 總統在上面簽字他就要負責 他不簽這個字 這個決議案是沒有用的 你簽了字就等於總統掛了保證 那最後你沒有按照這個決議的內容來編 那請問你你是 你民進黨是羞弱賴清德總統 你不僅羞弱賴清德總統 所以這個事情解釘還要吸釘人 你們要就想說對 我們抱歉 那這樣好 我們就把它重編 對 這個事情一秒鐘就可以解決 你要搞到現在要叫什麼 青鳥在飛到這個清德總統來 可能還有失線對不對 而且還搞到要失線 真的 我套氣阿伯講話 有這麼嚴重嗎 沒有 如果連這樣一個小時 你民進黨政府 你行政院都沒有辦法很迅速 很果決的 而且和和氣氣的把它解決 小事都解不了 我們能夠期待未來有軍國大事 尤其兩岸之間可能要爆發 武力衝突危險的時候 我們如果期待你能夠冷冷靜靜的 把它解決掉嗎 我們是懷疑的 我們怕的是在這裡 要不然這是一件小事 第二點 我講老實話 所有的漢人在這個土地上漢人 我們大家對原住民是有所愧疚的 你知道嗎 我們是欠人家的 求你原住民難道一開始就租到山上了嗎 還不被你們這平地 不管你是兩百年三百年前來了 或是民國三十七年三十八年來了 因為你們來了太多 你們把原住民給逼到山上去了 你又不准他砍 原住民以前是這樣子 他利用取之大自然 然後用在自己身上 然後他們自己有他們的自己的一套 生存的哲學跟方法 你現在不准他砍伐木 伐木就是他很重要一個來源 你不准他 你又不給他補償 要補償的時候補償了 心不甘 情不厭的 也沒有按照原來答應的六萬來給 而且是你民進黨自己提的 陳寅他們自己提的 所以民進黨犯了一系列的錯誤 我講實話 你要玩 把在野黨給玩垮 你多了這方法 可是這件事情是你把自己玩垮了 然後你還裝著像大人 跟小孩講話說下不為例 下不為例 這次寬容你下不為例 百姓看來會覺得很失望 你知道嗎 好 來 原住民現在說出草了 明天要走上街頭 但是民進黨有嫩嗎 沒有 邱志偉他是怎麼講的 在立法院裡面直接跟卓倫海說 不要跟邪魔來妥協 還說什麼心頭料 聽心頭 那新居正則邪魔不入 明天要去協賬了 這個就都不知道變邪魔了 是不是 來 請教 所以我覺得剛剛就特別提到幾個點 就是說其實你要考慮 現在賴金澤政府 他是一個少數總統 一個少數政府的一個狀態 你卓倫泰院長要跟立法院 來做一個好好的一個協商 那你協商要拿出適度的誠意 而不是把所有的問題都歸咎給 這個在野黨在這邊杯葛在什麼 我想剛剛志恩委也特別提到 我們是請你退回去從編送回來 而且是根據有這些主決議的 這些依據 請你去做 結果你不做 結果後來還要請這個韓院長出來 當這個主持公道 一起來吃這個和解飯 就和解飯吃了 就變當場翻桌了 翻桌也就沒關係 翻桌之後還寫了一篇這個 文情並茂的這個點菜小說 來給大家看 說這真的是沒有必要 我好像提到 第一個 你今天是少數 你要尊重多數 那多數已經告訴你 我希望你可以做調整 不是這個 對 不是說我額外跟你要求什麼東西 就你現在好像搞了一副 剛剛玉芳委員提到 好 下部為例 我恩賜你的 你下次不要再吵了 這次做好就算了 我想這都是本末導致的事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政府 還是要回來 這個好好思考自己的角色 我常講 民進黨這幾年的執政以來 都還是把自己當在野黨 每天在監督 每天在監督我們的這個在野黨 這是非常奇怪 因為你現在是執政黨 但是每天都在指責在野黨不是 在野黨提出各項的一個建議監督 都是為國家人民社會好 你應該好的就要採納 而不是什麼都一翻一 一竿子打翻一船說 沒有 你們都是在亂 沒有 那還清鳥全部都出來 我說真的 國民黨過去執政以來那麼久 也從來沒有幹過這樣一個事情 所以我還是覺得 那些政府跟包括卓文泰院長 還是好好思考 你這樣的一個少數政府 應該如何可以跟多數人和解共生 而不是每天就是鬥 鬥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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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連黨內自己都鬥 我覺得民眾都看得很膩 昨天也看到了 在這個總質詢結束之後 吳次郎就送了一個 有青鳥圖案的禮物 給周榮太太要跟他合照 然後就傳出青鳥現在要預告 返回青島東路 來 韋山 沒有 就我們沒有呼喚任何人 可能回到立法院的現場 不過我覺得這個事情應該是這樣 其實我覺得藍綠白最終 其實都是希望人民好 希望國家要進行的順利 所以我覺得最終 大家還是要有一個更好的方案 讓大家可以坐下來好好的談 不要再吵下去了 因為說實在這個預算 對大家來說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但是當然我們是民主的國家 我們還是有憲政的相關的體制 現在就是規定說 總預算就是不能以退回 重編的方式為之 我相信如果今天這個預算 這個禁法補償 假如真的是預算邊不夠 我相信在這個未來的一年執行期間 政府也會用追加預算的方式 或者是用基金來補償的方式 來進行去這個撥補的動作 所以它絕對不會影響到 原住民的權利 我覺得真的不需要 為了區區的26億 去卡住3兆元的總預算 我想我們地方 其實我們是地方議員 我們也是還滿緊張說 萬一中央的錢 沒有辦法下到地方 那我們怎麼辦 比如說以新北市來說 好了 我們有600億的預算 都來自於中央 如果沒有怎麼辦 那確實是有國民黨議員說 那可以用電付案 我們在議會常常審電付案 我們可以先行電付 但我要跟大家報告 是電付案會有利息的產生 也就是說這個錢 如果中央沒有下來 我們就得跟銀行借跟農會借 那個衍生而來的利息 還是要人民的荷包裡面去出 所以還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說 雖然它吵得很熱烈 但是這個最終 可能最後可能會影響到的 還是人民的荷包 不過也不到26 其實補師幾就可以了 14 不到26 我只是跟他講一下 這個數字上面還是不太一樣 好嗎 沒有 好嗎 你要來 我們我們來 我們來 解釋一下 我們來 解釋一下 讓你解釋一下 我們來 解釋一下 我們來 解釋一下 感谢观看